兄弟妹,早安! 早安!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神的話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上帝,我們感謝讚美祢 因為祢的話語就是靈,就是生命 主啊,祢親自用祢的話 來餵養我們的靈魂 引我們到青草地 引我們到葛安瀉的溪水邊 主啊,今天我們在奉祢的名聚集 為祢名的緣故 主啊,求祢使我們靈魂甦醒 為祢名的緣故,求祢引導我們走義路 主啊,也求祢在我們當中 彰顯祢的神蹟大能 主啊,來證實 我們在祢話語中所領受的信息 誰屬祢親自地來恩高我們每一位 主啊,讓我們 主啊,正式活出神而祢的樣式 我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來宣告我們都是屬神的 我們不屬這個世界 我們不屬這個惡責 這個惡責在我們身上無份無權無紀念 我們也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祢在我們當中施行神奇奇事 一致我們的家人 祢安慰屬祢的孩子 主啊,讓我們靠著信心而活 我們仰望絕書再來的日子 我們感謝讚美主 奉耶穌的名祷告 Amen 那在今天我們所讀到的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了幾個名字 第一個是施洗約翰 還有門徒約翰 還有安德烈 還有安德烈 還有安德烈的兄弟西門彼得 我們就是要通過西門彼得的人生 一起來學習 那幾年前 我回台東 那時候我在宣告會風榮堂 參加九日聚會 那時候風榮堂呢 就有一個告別式 這是一個喪禮 那喪禮呢 當時呢 是一個小女孩的一個喪禮 以往我們在教會久了的人 我們都很習慣聽這樣的話 在喪禮的時候 這個牧者啊 都會用這樣的話來安慰家屬 會說這個小女孩 如今在祖禮 安然地睡了 她是在平安的裡頭睡 但是呢 在這次的喪禮的裡面 給我的感覺 跟過往很不一樣 因為我想到 這個小女孩只有三歲 那我認識她 認識她的家人 當時候 我的女兒也比她大不了多少 所以他們曾經玩在一起 所以站在一個附近的立場 其實我心裡面會有這樣的一個疑問 是不是真的就好像牧師所說的這個小女孩 真的是在平安的裡面睡了呢 會不會在她父母親的心裡 仍然存著期待 或者是孩子本身 她也有什麼樣的一個夢想 她渴望實現 但是如今已經沒有機會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 我們每個人 都有從神那裡來的禮物 就是神給我們的潛力 還有無限的一個可能 通常我們講到這個潛力 或者是講到這個可能性 意思就是指說 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這一生當中 原本有機會看到 有機會達到 但是結果卻是沒有達到 有的人進她的一生 她充分的就把她的潛力發揮出來 然後她離開了這個世界 但是多數的人 都是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的時候 她的生命就結束了 所以我很羨慕聖經裡面 可以有這樣的話 我們想到主耶穌在地上的日子 她沒有活很久 但是她在面對十字架的時候 她這樣子說 哇 你所托我的事我都完成了 然後在十字架上她說 成了 都成了 甚至使徒保羅在面對死亡的時候 她也說過同樣的話 她說我當跑的路都已經跑進了 意思就是說 她人生的目的 她存在的價值 她的人生的使命 其實在當下她都已經完成 所以各位 如果今天你我的人生 我們的存在就是為了要完成神的使命 那你是不是也很羨慕 在那時候你可以講同樣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有一個沒有遺憾的 了無遺憾的人生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通過彼得的人生 我們一起來學習 第一個 我們在彼得的身上看見 一個成功的人生 首先呢 他要超過現在 他要能夠超越現在 能夠看見你未來的樣子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我們對自己的認識 可能基於過去的經驗 也許不是很好的經驗 或者是基於人對我們的看法 人給我們的評價 也許在你成長的過程裡面 你曾經對你自己感到沮喪 或者是曾經感到失望 不滿意 或者是你正在做放棄的打算 但是在這裡我告訴你 事實上 神為你的人生其實是有預備的 而且那預備的未來是你還沒有看見的 我們舉例來說 今天我們講到的彼得 彼得他本來的名字是什麼 西門 西門 西門的意思是什麼 西門的意思就是軟弱的 就是容易動搖的意思 彼得是軟弱的 是容易動搖的 他是一個軟弱容易搖擺不定的人 但是今天耶穌來尋找西門 當他面對西門的時候 你看耶穌首先做了什麼 耶穌先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他告訴他說西門 你要叫基法 你要叫彼得 亞蘭文叫基法 但是希臘文是叫彼得 其實他意思都是一樣 基法或者是彼得 他的意思都是一樣 就是盤石 各位 當我們講到盤石的時候 在你心裡面 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呢 是有一個什麼樣的感受呢 他好像是一個寬大的 一個很堅固的石頭 不管是你用想的 你用看的 是不是都會給人 有一種很安定的感覺呢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名字對西門來說 他原本是不配的 因為西門就像他的名字一樣 他是軟弱的 他是一個很容易動搖的人 他可能早上起來立志 但是經常不到晚上 他就改變 你看還記得說 絕書曾經對西門這樣吩咐說 來 你行走在海面上 你到我這裡來 那西門是一個很容易衝動的人 所以當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你看他馬上就採取行動了 他馬上就跳到海裡了 他也走了幾步 他成了第一個能夠在海面上行走的人 但是呢 忽然之間 他轉過去看環境 他轉過去看風浪 然後他心裡害怕 他信心不見 他生理就開始往下掉 他就沉到水裡面去了 那西門就是這樣不安定的 他在主耶穌要上司假以前 他給門徒洗腳 正好輪到西門要洗他的腳的時候 他就對耶穌說 夫子啊 怎麼可以你來洗我的腳呢 應該我給你洗才對呀 那耶穌就對他說什麼呢 如果我不洗你的腳的話 你就與我毫無相干的 西門聽到這個話 他的思想就馬上改變了 他馬上就說 那你給我洗腳 不只是洗腳 我全身都讓你洗好了 你看他也是一個非常容易動搖的人 然後當耶穌預言說 他要面對的苦難 他要上司假 當西門聽到這樣的事的時候說 主耶穌我絕對不能夠放在你不管 我不會放在你受苦 你到捷運我就跟你到捷運 你死我代替你來死 哇 講這個 講這樣話的西門是多麼的義氣啊 多麼的勇敢 但是很快的 他就在一個小侍女的面前 三次不認主 所以西門是一個前後不一致的人 西門就跟他的名字一樣 但是當這樣的人 他遇見耶穌的時候 耶穌為他做的一件事 就是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讓他通過這個名字 來看見他人生的未來 所以耶穌就對他說 西門 你要成為彼得 你要成為盤石 這樣的告白 可能讓當時的西門 就感到非常的驚訝 而西門 西門就想說 我像嗎 我能嗎 我能成為盤石嗎 你看我像是一個盤石一樣的人嗎 但是耶穌就很肯定的對他說 是的 你要成為盤石 你要有像盤石一樣的一個未來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彼得對自己有一個新的看法 彼彼他看見自己的未來就像盤石一樣 各位 當你遇見耶穌的時候 也就是遇見你人生的未來 那耶穌會啟示你 讓你看你自己會有一個新的眼光 讓你看見你未來的圖畫 你會因為那個圖畫 因為你的未來你就感到興奮 你會開始覺得說自己有人生的價值 我們都知道米開朗基羅這個人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雕刻家 有一天呢 他就在教堂的後院裡面來散步 他在後院裡面 後院裡面就堆積了一塊大石頭 那個是廢棄的 那個是沒有人要的一個大石頭 但米開朗基羅就注視著這個石頭 他越注視他 米開朗基羅的眼睛就越發的亮起來 然後他心跳就開始加速 然後從他的口中就開始喊出 大衛 大衛這個就是大衛 然後米開朗基羅就開始完成他所有作品裡面 非常有名大衛的一個塑像 他從原本那個廢棄的石頭 那個沒有人要的石頭 不被看到的石頭裡面 他先看到大衛的樣子 在他眼中這不是一個廢棄的石頭 在他眼中這個不是沒有人要的石頭 沒有價值的石頭 他從石頭裡面看見大衛走出來的樣子 然後這個石頭就開始被雕塑了 同樣的 當西門一見耶穌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像彼得 他沒有像盤石沒有像彼得這個樣子 因為他還沒有被雕塑 不過耶穌很肯定的對他說 耶穌仍然這樣子對他說 你是基法 你是彼得 在原文裡面就是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將要成為基法 你將要成為彼得的樣子 雖然你現在看起來不像 不像彼得的樣子 但是耶穌卻早就看到他 將要成為基法 將要成為彼得的樣子 希望今天 我們都能夠從神那裡 有一個新的眼光來看我們自己 彷彿看見我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神為我們預備一個美好的未來 希望你能夠看見你的未來 你對你的人生是充滿期待的 你為於這樣子 因此有感到興奮跟喜樂 因為只有這樣的人 才有可能發揮神給我們那個全力 跟無限的可能 第二個 我們要有一個沒有遺憾的人生 我們要根據未來的形象 來定定我們生活的目標 這是第二個重點 我們要根據神給我們看見的未來 然後開始我們生活的一個目標 神不只是幫助我們看到未來 神也讓我們看見 神也讓我們看見 為了未來我們要做什麼 就是幫助我們設定人生的目標